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月是美国全国癌症方制约 美国癌症研究中心 A-M-E-R-I-C-E-N-R-T-I-T-U-T-A-F-O-R-C-A-S-A-R-E-S-E-R-C-H 继续致力于告知大众改变生活方式 能够显著 降低罹患最常见的多种癌症的风险 近期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证实了糖尿病 肥胖与弱肝种类癌症的关联 研究结果为这项倡导行动提供了重犯的医治 科学家说 健康的生活有五个要素 补出烟 控制体重 经常运动 健康饮食 以及节制饮酒 英国研究人员分析 搜集了数十年全球大约三次默认的资料后发现 完全符合这五个要求的人 罹患最常见的肺癌 乳腺癌或大肠癌的风险 比其他人低32% 位于美国西甲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安妮麦克第二男医生表示 市场上高含量脂肪 糖与盐分的食品的不断增加 助长了糖尿病与肥胖的比率上升 他说 观察猪毒肥胖等因素 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 在不同的研究中 有稍微不同的结果 但是 当你把它们全部加总起来一起分析 真的会帮助你通盘 了解前因后果 大多数的人知道 他们应该避免吃快餐 但是 因为快餐是如此容易取得 许多人难以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 但是 麦克第二男医生说 民众不应该坐等政府 或是食品业日来决定他们的饮食选择 他说 我会建议教育自己 想想你会不会增重 有没有离癌的高度风险 然后自己采取行动 为你和你的家人 做你可以做的事情 美国的科学家在研究比以前能更早侦测中数种癌症的检疫血液测试 提升阻止癌症发展下去的机会 麦克第二医生说 对一些人来说 指出哪些早期迹象有癌症风险 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人的时机 因为当他们更多地医时到自己有风险 而且自己能够做出改变时 他们也许真的希望去做改变 麦克第二男医生说 他自己的研究显示 让过重或是肥胖的人减重 或是让不太运动的人开始运动起来 能够真正解决癌症的风险